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他曾經抱怨 說立法院的宿舍 台北會館 像鬼屋一樣 冷氣凍凍凍凍 發霉 很可怕 所以他沒辦法 他必須在外面租房子 但是今天鬼屋曝光了 發現這個鬼屋 比一般人家還要漂亮 對 我覺得這些鬼應該有 常常常年的痔瘡困擾吧 我的人做鬼 還是要擔心衛生紙 就是被運河卡住 我不曉得第三世界的鬼兄弟們 你們也需要免治麻毒 你們還得上完廁所 還要用水來噴一下 我真的覺得這個鬼的生活 也滿不錯的 主要就是因為王定宇他閒 人家是鼓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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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為什麼他是每天從頭閒到尾 說這個台北會館又吵又鬧又生 又發霉 發霉 然後大家今天就去看 因為葉玉蘭特別安排了這一場 大家去看 媒體都拍到了 我不曉得雞窗明鏡 然後你能夠說不出什麼 大富大貴 可是看著椅子桌子床也都有 你記不記得王定宇 後來也自己出來他說 也不過就是一個睡覺的地方而已 對啊 發現太貴了 也不過就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這樣不能睡嗎 對啊 你不能睡嗎 還有免治馬桶 還有 而且說實在 我今天訪問張祺璐 他跟我講他就住在這個會館裡面 他說這是植物園旁邊 你們應該都去過 對啊 那地點很好 外面拿來的什麼草得要死 植物園很漂亮 他可能聽到你講的好兄弟的 很容易在上廁所 對 從馬桶的聲音 對... 他聽到來自靈界的聲音 王定宇 八千塊便宜 然後就是今天大家去拍 一錄像看到 不覺得大安會館到哪裡 但是花了我們多少錢 1.7而已 就因為王定宇一句話 住不舒服啦 不鬆快啦 沒有啦 他報方事情 這個就編了啦 編了 之前就有編了 對... 不是為了他啦 對不起... 不過這一筆 因為王委員的 要加碼嗎 應該是馬上會把他修進去 就會立刻動起來 對... 免得以後如果說什麼 發生什麼事 就推鬼立法院 如果鬼也有肌肉的話 他也要訓練你知道嗎 大安跟台北會館 還有健身器材 這些東西都是五星級 當然雖然不叫五星級 你知道我看到這些 而且如果這個叫鬼屋 我家真的是十八層地獄 什麼都沒有 我們家這些都沒有 奈會員講了一個公道話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他說他是管家室服務 每天我們只負責在這邊睡 上廁所 健身 拍一拍屁股這種 你說專人幫他打掃 是的 而且今天張其露還講 本來是說 應該只有老婆可以進來 今天他跟我講說因為 你知道會 立法委員少一半 現在連直系 自己的尊親署都可以進來 就是女兒 兒子 兒子要來陪爸爸媽媽 甚至爸爸媽媽要來 就合理 就合理的 所以沒有像他講的 就不方便 如果真的是每天 都有人專門打掃 我覺得王定宇 把它形容像鬼屋 就糟蹋了這些打掃的人 真的 你把這些阿姨說 你打掃跟鬼屋一樣 也就是說那邊都神蜘蛛網 那邊都是張兮兮 其實民進黨花台灣的錢 不手軟 促轉會現在又要延期了 每個人平均薪水10.5萬 而且要再延一年 C 細 junior 19